南投县政府整合地方产业特色 分别推出国庆北港西温泉加年华 浦里温泉季以及东浦温泉季活动 日前也举办2020南投温泉季 预见幸福记者会 邀请民众席家带卷来泡汤 天气渐渐的凉爽 冬天慢慢的接近 希望各位在冬天这个季节里面 过年都可以到我们南投县的三国温泉巨 到那边去泡澡 你可以轮流的去泡 第一个点先到国庆的泰雅渡假村去泡 第二个再到我们天前 埔里的礼毅潭天前 第三个再到我们的东浦 我相信你这样一直泡下来 你的皮肤一定会很细嫩细嫩 身体一定会很健康 县府观光处长陈志浅表示 配合南投温泉季 更是推出3T次南投小旅行活动 每人只要599元 就能进行汤泉体验等一日游程 也欢迎民众来南投泡汤 我们有规划了这个3T次的这个小旅行 另外就在11月20号 那我们也是会有连续四周 针对在我们的热旅南投的粉丝专业里面 会有这个好康抽奖的一个活动 那尤其是在我们12月5号 我们在这个东浦温泉季 由我们的温泉广场正式启用 会有这个四集 欢迎游客到我们南投这个东浦来泡汤 来参观我们的这个文创四集 先议员则正宜表示 泡汤对于身体上有许多好处 不仅能够疏解平常的压力 对于皮肤也有好处 也欢迎民众前来南投泡汤 泡汤是有很多好处的 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或是我们全家专家大学都来泡汤 泡汤还可以疏解压力 因为我们每天都有 每一个人都有非常大的压力 不管是工作方面还是经济压力 种种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抒放压力 我们这个文创四集 最适合我们全家 全家大小来泡汤泉的最好的景点 希望我们的城堂这些 稍微给这个 做技术媒体广为宣传 今年南投温泉季 分别规划北港溪泉嘉宁华 爱曼王普里温泉季 东浦温泉季 还有南投好汤暖清小旅行 也欢迎民众来南投泡汤 享受南汤之旅 记者春菌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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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